上回我们说到汉宣帝去世 他的长子刘氏继位 就是汉元帝 汉元帝当太子的时候 就曾经劝谏父皇 不该持行太身 而是一用儒生 这一套肤浅的政治见解 就引起了汉宣帝的恼怒 他斥责太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王霸道杂志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正乎 之后汉宣帝感慨说 乱我家者 必太子也 不过念及自己和太子生母 许平君的固健情深 汉宣帝最终 还是没有废除太子 而是仍然把皇位传给了太子 也就是汉元帝 没想到的是汉宣帝 异语成称 汉家天宪 或者准确的说 这西汉王朝最终 还真可以说是断送在了汉元帝的手 要想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得回到汉宣帝在世的时候 当时还只是太子的刘氏 有一个十分宠爱的妃子 司马良帝 但是司马良帝年纪轻轻 就病死亡 据说司马良帝临死之前 对刘氏说 自己是被太子其他的妻妾 诅咒而死的 因此司马良帝死后 太子刘氏就迁怒于其他的妻妾 不再理会他们 而刘氏当时西夏无子 所以他的父皇汉宣帝 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毕竟家里还有皇位等着要继承 所以汉宣帝就让他的第三任正妻 王皇后在后宫挑选几个 合适的女子送给太子 皇后就赶紧精挑细选了 五个女子送去了太子宫 可是太子刘氏 见了这五位美女 仍然是提不起兴趣 但是他又不想委逆父亲和继母的 一番好意 所以随口说道 这五个里面有一个还不错 这个答复让管事的宦官 十分目不着头脑 因此他就擅作主张 把当时坐的位置离太子最近 又打扮到算是得体的那位女子 送去了太子宫中 说来也是神奇 太子原本有姬妾十几个人 很多年一直没人怀孕 这个女子到了太子宫中 竟然很快就怀了身孕 而且更是生下了一个儿子 汉宣帝听说皇孙诞生 十分高兴 给这个孙子起名叫刘傲 婊子太孙 而且时时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 可以说是宠爱异常 这位受宠于祖父的小皇孙 就是后来的汉成帝 而那位幸运的女子 当然就是汉成帝的生母 中国历史上 作为皇后太后太皇太后 在位时间第二场的汉校园皇后 王正军 之后篡汉称帝的王莽 就是他的职责 得益于刘傲长子的身份 再加上祖父宠爱的宜泽 汉原帝继位之后 立刻就册封王正军为皇后 第二年就正式册封刘傲为皇太子 刘傲年轻的时候 很爱读书 也颇有文采 为人处事 也是宽博谨慎 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刘傲开始沉迷于声色全马之中 除了迷恋女色 据说刘傲和傅平侯张放之间 还有着龙阳之号 这位傅平侯张放 是汉宣帝时代重臣车骑将军张安氏的曾孙 他的母亲是汉原帝的妹妹 静武公主 所以论起来算是太子刘傲的孤表兄弟 不管刘傲和张放之间的绯闻是真是假 刘傲假接着傅平侯府家人的名义 违背朝廷规制 微服出宫 到长安郊外 甚至是临线 斗鸡走马 肆意玩乐 这确实是被记载在史册之中的 所以汉原帝开始对太子有了不满 他一度想改立二儿子 山阳王刘康为太子 但是因为刘傲在汉宣帝生前极受宠爱 再加上朝臣立宝 最终改立太子的事情也是不了了之 公元前33年 汉原帝病逝 太子刘傲继位 就是汉成帝 他的母亲王正军也就成了皇太后 汉成帝继位之后 没有了父亲的约束 更加的放飞自我 他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修建了骁游宫 飞行店 云雷宫 供自己享乐 而且还下令征召美女 充实后宫 至于国家大事 他全都交给了母亲的娘家人 他先是任命自己的大舅 杨平侯王凤 为大司马大将军 兼领尚书士 掌握朝政大权 王凤病故之后 汉成帝又接受了王凤临终的举荐 任命唐旧王阴 为大司马车级将军 封安阳后 等到王阴死后 汉成帝又任命他的武旧 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魏将军 等到王商病死以后 汉成帝继续任命他的妻旧 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旗将军 而到了王根病故之后 汉成帝再一次根据王根临终前的举荐 任命他的表弟 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 一时之间王室外戚 权倾朝野 被称为是武侯当朝 根据汉书中的记载 汉成帝有一次微服出巡 去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阿阳公主的府上 在阿阳公主的府上 汉成帝遇见了一位武姿飘逸的侍女 十分喜爱 因此带回宫中 立为皇后 这就是历史上与唐代的杨贵妃齐名 被并称为魂飞燕寿的 汉孝成皇后赵氏 因为他武姿轻盈 有如飞燕 所以被人们称为赵飞燕 如果不是正式记载 恐怕没人会相信 这是汉成帝原创的故事 因为这段故事 和汉武帝在他包姐平阳公主府上 发现魏子夫简直是一摸一样 如出一折 后来汉成帝听说 赵飞燕还有一个妹妹 容貌性情 连赵飞燕自己都自叹不如 于是汉成帝就把赵飞燕的这个妹妹 也纳入后宫 封为赵仪 这位赵昭仪的名字 在正式中本不可考 但是受到野石小说的影响 一般大家都叫他赵和德 自从后宫中有了赵氏姐妹 汉成帝更是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汉成帝随和二年三月秉悟 也就是公元前七年四月十七号 刚刚四十五岁 肃前无疾病的汉成帝 突然驾崩 按照汉书中的记载 汉成帝在前一天的晚上 还在卫阳宫的白虎殿 设宴款待了前来长安朝见天子的 楚王和梁王 一切入场 可是等到第二天早晨 汉成帝起床的时候 在穿裤子的时候 裤子突然滑落 汉成帝本人也是倒在床上 口不能言 还没等御医赶到就去世了 独生儿子就这么突然去世 皇太后王正军当然不能接受 因此他责承指责打司马王猛 召集有关官员 详细调查汉成帝的日常生活 以及当天早晨的发病经过 王正军对于赵飞燕姐妹 原本很不喜欢 觉得赵氏姐妹出身低伪 不配成为皇后 最后是因为他的外甥淳于肠 竭力从中莫选 这才最终应远 因此现在王正军 让王猛主持对汉成帝 甲崩一时的调查 矛头所向 自然非常清晰 不过王猛最终 还是没能调查清楚 他皇帝表格的真正死因 这桩通天大案 最终以朝夷赵和德的自杀 而告结束 不了了之 而王正军的这个外甥淳于肠 也是一个颇有些故事的人物 汉成帝在策立赵飞燕之前 原本是有一位许皇后的 这位许皇后是汉成帝的远房表姑 也就是汉宣帝 结发妻子许平君的唐侄女 淳于肠一番上下游说 帮助赵飞燕登上了皇后之位 这就让不少人 发现了这位太后亲外上的实力 因此被废的许皇后也找到淳于长 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 至少能有个结余的身份 别一撸到底 对此淳于长是满口答应 而且他还表示 封结余根本不是问题 以他的本事可以劝说皇帝 复立许皇后为左皇后 许皇后听了这个话 当然非常高兴 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淳于长的身上 结果在之后一年的时间里 淳于长不仅骗了许皇后几千万钱的财 甚至还骗到了许皇后姐姐的四 可最后却是一事无成 之后因为淳于长卷入了他舅舅 红阳侯王立和表兄弟打司马王莽之间的权力斗争 因此祸罪下狱 然后他和许皇后之间这点幕后交易 也被顺藤摸瓜的查了出来 最终淳于长和许皇后都被汉成帝下诏赐死 赵飞燕姐妹入宫之后 汉成帝便开始专宠二人 可是赵家姐妹谁也没能诞下皇子 因此汉成帝直到四十多岁 仍然没有孩子 所以在汉成帝驾崩的前一年 他的侄子定陶王刘欣入京朝间 这位定陶王刘欣 就是当初差点当上太子的汉原帝次子 山羊王刘康的儿子 后来刘康从山羊王转封为定陶王 而刘康的母亲 也就是汉原帝的宠妃傅兆仪 当年在宫中可以说得上是长袖善武左右风源 所以这回他也跟着孙子一起进京 然后秘密败回了赵飞燕姐妹 傅昭仪如今的定陶国王太后 以大量的金银珠宝 真丸不搏贿赂资氏姐妹 最终说动了他们 去劝说汉成帝 把刘欣收为养子 立为继承人 因此汉成帝甲崩之后 刘欣就继承了汉朝的皇位 就是汉埃帝 当年汉原帝继位 策立王正军为皇后 这只不过是因为 他是汉宣帝最为宠爱的皇长孙的生母 自从策封之后 王正军就开始失宠于汉原帝 而汉原帝新的宠妃 正是傅昭仪 昭仪这个封号 正是汉原帝为了傅氏 还有他当时另一个宠妃 冯氏而专门设立的 去昭祁仪之意 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 以此推断 当年在汉原帝的后宫之中 王皇后和傅昭仪 还有冯昭仪之间 彼此争风吃醋 想来必不可少 如今王正军的独生儿子 汉成帝去世 家戏绝四 而傅昭仪的孙子 则是荣登大宝 成为了大汉天子 所以傅昭仪一朝得势 便开始挟权报复 当年和他在汉原帝 嫁前争宠的冯昭仪 如今已经是中山国的王太后了 傅昭仪就谎称 冯昭仪暗中行巫蛊之术 诅咒汉埃帝早死 想让他自己的孙子中山王 来继承皇位 于是他就派出朝廷钦差 前往中山国 逮捕了冯昭仪的妹妹 弟媳等很多人 但是冯昭仪却一直不肯认罪 然后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 就对冯昭仪说 当初黑熊上殿的时候 你是何等英勇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怂啊 这黑熊上殿是什么典故呢 传说当年有一次 汉原帝招来了一个训兽队进攻表演 没想到在表演斗兽的过程中 两只表演的黑熊突然发狂 其中一只甚至撕破了围栏 想要扑向众人 当时在场的宫中飞嫔 全都吓得惊叫着四下逃命 只有冯昭仪奋不顾身 挡在汉原帝跟前 张开双臂保护汉原帝 因此这黑熊上殿本是恭维密室 审案的一介小利从何得知 冯昭仪听后稍一琢磨就明白了 这是傅昭仪蓄意之自己于死地 因此他不再辩解 服毒自尽 最后冯家受到牵连被杀者 多大失欺人 同时傅昭仪还只是负责 监察中央官员的私立校尉 出面弹劾王政军的弟弟 曲阳侯王根 还有职责成都侯王邝 在国桑期间 治久歌舞 犯了大不敬之罪 之后王邝被罢官夺决 贬为庶人 而王根因为当年支持过 赵飞燕姐妹提出的 立汉埃帝作为汉成帝继承人的建议 所以侥幸保住了爵位 但也被剥夺官职 逐出朝廷赶回了封地 之后王根王邝 还有王邝的父亲王商 所提拔起来的朝臣 几乎全都被罢免 而空出来的位置 自然就落到了傅家子弟手中 一时之间 傅家封侯者六人 祸封大司马者两人 位列九卿者六人 至于家世中贤 可以出入皇宫 宇文朝政者 更是多大十几人之多 当初汉埃帝作为汉成帝四子继位 家尊汉成帝的生母 王正军为太皇太后 汉成帝的正室赵飞燕为皇太后 等他用自家外戚取代了王家 控制住朝廷之后 就加封自己的母亲丁氏为帝太后 未同皇太后 祖母傅昭仪为皇太太后 未同太皇太后 在汉埃帝的皇宫之中 竟然出现了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四太后 病历的局面 汉埃帝的亲生父亲 定陶公王刘康 也被追尊为贡皇 在长安丽庙祭祀 祸封皇太太后的傅昭仪 更是日益骄横 在王正军面前 连装模作样的客气都免了 甚至直呼王正军为御 也就是老太婆的意思 虽然王正军本人宽然大度 对于傅昭仪的咄咄逼人 一直忍气吞声 但是他的执奏往往心里明白 自己手中的权柄 完全出自于姑妈的政治地位 断然不能让步 因此在一次为阳公打宴的时候 傅昭仪作为皇太太后 和太皇太后王正军并列出席 见此刑警 王莽就站出来了 说傅氏不过是藩国的太后 怎么能和太皇太后平起平坐 然而此时 王家在朝廷上的势力 早已是筋费细笔 因此王莽不仅没能震慑住傅家 反而是被汉埃帝的亲心打臣弹劾 说他不知道尊崇皇太太后的尊号 损伤了皇帝陛下的孝道 因此被免去官职 遣回封地 王莽回乡期间 他的二儿子王霍 因故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奴仆 其实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 主人杀死奴仆 因为有着所谓的尊卑有别 所以罪不至此 但是王莽为了避免给政敌留下攻击的口实 还是强迫王霍自杀了 王霍死后 王莽也获得了人们大一灭亲的称赞 而汉埃帝在位仅仅六年就驾崩了 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留下的只有他和董贤断秀的传说 这位大约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好南风的皇帝 去世之后 王家重新得势 汉埃帝刚一驾崩 太皇太后王正军立刻下召 招王莽回朝 共议新军人选 最终当年被傅昭仪迫害致死的冯昭仪的孙子 年仅八岁的中山王的刘七子 作为汉成帝的第二个四子 入京继位 这就是西汉最后一位正式登基了的皇帝 汉平帝刘看 汉平帝继位之后 王正军和王莽孤职 吸取了之前汉埃帝的教训 作为辅政大臣的王莽 借汉平帝的名义 封汉平帝的母亲魏氏为中山王太后 几个舅舅也都被封为棍内侯 但是都不许进京 只能留在自己的封地 因此王莽的长子王羽认为 如果强行让平帝母子分离 就会招致平帝的怨恨 将来汉平帝成年亲政 就会对王家不利 所以王羽就去劝说父亲 同意卫士进京陪伴平帝 但是却被王莽拒绝 王羽显然压根就没有看清 他父亲真正的雄心壮志 所以呢 他就给汉平帝的一个舅舅 魏宝写了封信 告诉他 让卫士给朝廷上表谢恩 同时痛斥汉埃帝时期 傅丁两家表示自己绝不会效仿 但是等到魏家的谢恩表递到长安之后 时辰大海再无消息 这时候王羽的老师吴章就给王羽出了个主意 说可以利用王莽迷信鬼神来劝谏他 于是王羽就请自己的妻旧吕宽 趁着夜里悄悄地到王莽的府门外 涂抹猪血等个乌 结果吕宽涂猪血的时候 被王莽府上的侍卫给发现 给抓住 更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王莽在得到报告之后 竟然逼迫王羽自杀 然后把吴章和吕宽都下了大狱 直到这时候王莽真正的政治野心 才暴露在世人面前 之后王莽以此为理由 罗之罪名诬陷汉平帝的舅舅魏宝 魏玄与朝臣勾结 想要发动政变 最后魏宝魏玄自杀 朝中对王莽有所不满 不够恭敬的大臣 也都因此被一扫而空 接着王莽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汉平帝 这样王莽就不仅仅是 太皇太后的职责 同时更是增加了国障的身份 却如王羽当年所料 汉平帝长大之后 果然对王莽日渐不满 但是汉平帝在位也只有六年 就突然去世 年仅十四岁 因此就有人认为 汉平帝是被王莽给毒死 汉平帝死后 王莽做主 改立他辜负汉元帝的义母帝 楚孝王刘萧的曾孙刘英为皇帝 因为当时刘英年仅两岁 所以并没有正式登基 只是被册立为皇太子 然后由王莽赦政 称为赦皇帝 改元居赦 之后 朝中大臣甚至是民间百姓 纷纷请求王莽当皇帝 甚至有人在汉朝的太庙里 发现了一个铜侠 里面写着 汉高祖让位王莽 于是王莽就让自己的堂弟王顺 去找太皇太后 索要传国遇袭 传说战国末年 楚国人变和 发现了一块宝玉 献给了楚文王 就是和氏璧 后来和氏璧 辗转落入到了赵徽文王手中 于是就有了令相如 完璧归赵的典故 再后来秦国灭赵 和氏璧 终归秦国所有 等到了秦始皇称帝的时候 秦始皇就命令工匠 把和氏璧雕刻成喜 并且在上面刻上了 丞相李斯所写的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八个传字 这便是后来 中国皇帝世代相传的 传国玉玺 王莽让王顺去索要玉玺 直到这时候 一直作为王莽正之后盾的 太皇太后王正军 才终于明白了 王莽真正的野心所在 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他只能痛骂王顺 说咱们一家正是因为是汉朝的外戚 这才能够几代富贵 现在你们不想着报答汉事 反而趁着人家向你们脱孤的机会 夺取汉家的江山社稷 真是忘恩负义到了极脸 猪狗不如 这世上怎么会有你们兄弟这样的人 如果王莽真的觉得自己是受天命而称帝 那他就应该自己心刻欲击 为什么还要要汉朝的王国不祥之物呢 我是一个快要死了的老太太 我是刘家的寡妇 我要留着这颗喜陪葬 我绝不给你们 说完王正军就痛哭了起来 周围的宫女太监也都陪着落来 王顺站在那也是半天无话可说 最后他说 侄儿的确是无话可说了 但是王莽认定了 一定要拿到这颗玉蟹 难道姑妈到死都不交出来吗 最后王正军也是没有办法 只都命人取来玉蟹 然后亲手摔在了地上 结果崩掉了玉蟹的一个脚 就这样王莽终于还是拿到了玉蟹 然后王莽让工匠用金子 补上了玉蟹缺的一脚 据说中文中金香玉一词 原意本指的就是这封传国玉蟹 公元九年农历十二月鬼友 也就是公历的一月十号 王莽正式称帝 改国号为新 改元始建国 改封刘英为安定宫 西汉王朝的历史 自然也就到此终结